上荡百年 欺世大官 各位看官 上集说过 周恩来为晚南事变喊冤假在哪里 今天再讲讲事变的主角叶庭 叶将军当年轰动一时 但下场却相当悲催 还是老生常谈啊 本节目比较年轻 望新老朋友都能订阅 点赞 留言 一滋骨气 多些了 书归正传 中国大陆四十岁网上的人 大概对这几句诗不陌生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啊 给儿自由 这首自由体的诗叫《求歌》 作者就是新四军 军长叶庭 据查此诗1962年起到今天几十次被收入大陆小学的语文课本 用来歌颂叶庭 树立共产英雄 所以大多数人对这首诗不陌生 晚南事变结束前一天 他被国军扣押 因为国军与日军辗转血战的原因 他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 湖北恩施 广西桂林重庆郊区中美技术合作所 据称 此时是叶庭写在扎子洞集中营 楼下第二号牢房墙上的 首稿由叶庭第二任夫人李秀文探监时带出 大陆党媒称 叶庭原始稿 现存重庆戈勒山中共烈士陵园 各位看官 在中共宣传推崇的英雄名单里 叶庭是个挺复杂 挺传奇 还挺轴的人物 挺轴是本节目单家的评价啊 北方话 意思是很执着 不听劝 一根筋 当然这会和中共党宣口径不同 但看完我们节目 也许您会同意我们的看法 叶庭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瑰山县 就是今天的惠阳 淡水镇周田村 离现在的深圳不远 客家人 但祖上是从中原的河南叶县牵过来的 叶庭原名叶维巡 自西宜 家中排行老八 小时候活泼好动 六岁就被送到离家很近的腾云学堂学习 1911年到惠州府立残业学校学习之前 在老师陈静如的建议下 他改名叫了叶庭 受辛亥革命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影响 叶庭参加惠州辛亥光复庆祝活动时 带头剪掉了辫子 以名反清的志向 结果被学校开除 之后他又进了惠州中学堂学习 这年辛亥革命成功 叶庭父亲为了让他安分点 就安排他与大他两岁的黄春结婚 1912年起 叶庭先考入广州陆军小学学习 毕业后 北上到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读军事 并以优等生的资格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在此期间 叶阅读了共产党和左派文人 陈独秀 李大钊 鲁迅们办的新青年等书刊 还给他们写过信 提出道德根本之机在于觉悟 还表述了镇巫市起衰逆的理想 1918年从保定军校工兵科毕业后 叶庭本来想去欧洲留学 但囊中羞涩 也没筹到钱 就没去城 第二年 经辛亥革命元老何子渊的引荐 叶庭与同窗同乡邓雁达投奔了孙中山 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和中国国民党 此时叶庭23岁 1924年 叶庭28岁的时候 因为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当时孙主张联俄容共 就派他去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作为国民党准备培养的高级军事人才 没想到 叶庭在马列的熏陶下先加入了共青团 12月 经王若飞 王一飞介绍 中共吕墨支部接受叶庭做了中共候补党员 1925年2月 叶又转到红色教授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 说白了 这时他已身兼国共双重身份 也就是脚踩了两支船 这年9月叶庭回国 先后担任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 十二师第34团团长 该团后来改编为第四军独立团 北伐吴佩福时 叶庭10月10日率部攻入武昌 因此被誉为北伐名将 第四军也被称为铁军 叶庭更以团长之职 被政府破格提为少将 叶庭此时荣誉爆棚 身价如日中天吧 插曲来了 猛攻武昌时 叶庭独立团损失惨重 一营营长曹渊阵亡 这时二师刘志的部队却按兵不动 可后来二师却抢先入了城 为此刘志还被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 叶庭这个气呀 一甩手不干了 去上海接老婆孩子 看起来有本事就是很任性 不过幸亏是甩脸国军 要是共军将领敢这样 恐怕不抓回了枪毙 至少蔑视组织私自脱队的大帽子是跑不掉的 可叶庭不仅没被治罪 1927年1月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办公 他还被提拔为十一军二十四师的师长 当年412蒋介石启动清党 国民党内部以南京蒋为首的清共势力 和武汉汪兆明 就是汪精卫为首的荣共势力发生分裂 史称宁汉分裂 南京的旧称是江宁 但到了7月 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发现被共产国际和中共欺骗了 开始驱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干部 26日 武汉国民政府免去了各机关中中共党员的职务 这个时候 脚踩两只船的叶挺彻底站队到了共产党一边 看到形势极为不利 中共决定组建姓党的军队 5天后的8月1日 由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与周恩来 贺龙 朱德 刘伯成等人发动南昌起义 激战四小时 占领全城 发布八一起义宣言 彻底成为国民政府的叛军 各位看官 有关南昌起义和后来的广州起义 我们以后细聊 本集只说叶挺如何上死了贼船下不来 这两个共军的标志性起义都是叶挺的主帅 但都以失败告终 12月 叶挺化妆逃回香港 他发动南昌起义落败 保着染病的周恩来 逃到香港 不死心 又翻回来和张太雷发动了广州起义 谁料暴动刚起 张太雷就被反共民团击毙于街头 1928年1月 叶挺还受到中共留党查看半年的处分 处分完了还不算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 叶挺越来越郁闷 为啥发现自己舍命效忠的共党将他入了另侧 比如 这一年里 他辗转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 却受到党魁李立三王明的指责 共产国际也认为他是动摇分子 竟不允许他到母校莫斯科东方大学做报告 叶挺这下火大了 心说老子不干了 还真就退出了共产党 流亡德国 您看 叶将军两年前对国民党耍酷 这次又怼了共产党 流亡德国期间 他又加入了国民党左派邓衍达 陈友仁 宋庆龄组织的第三党 这个党是既批判蒋介石 也指责中共 可叶挺没料到的是 共产党是不能让他看上的人才随便退党的 对看上的可用之财 党就像一块焦皮糖 1930年春 周恩来到柏林找叶挺长谈 劝他多想党的需要 别考虑自己委屈 屡德的廖成志等人也不断游说叶挺 后来叶挺开始攻读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 还学会了造地雷 1931年爆发了918事变 日军占领满洲 叶挺决定回国 三二年秋先到澳门隐居 隔年11月叶挺应邀到福州帮助老战友叶挺凯蒋 蒋光奈发动反蒋的敏变 俗称福建事变 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谁想两个月就被蒋军剿灭了 叶挺又败走澳门 然后他又在香港加入李继深和老领导陈明书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这已经是我们知道的他入的第四个组织了 此间 蒋介石也曾多次派人邀请叶挺回归国民党 被叶拒绝 到1936年底发生西安事变 叶挺想帮忙斡旋和平解决 张发回就引荐他去见讨逆军总司令何英钦 但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明令讨伐张学良和杨虎成 所以何英钦态度强硬 叶挺一看没戏 不辞而别 在中共党史中 叶挺被称为北伐名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 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 新死军军长 以他的才干计 应该说名不虚传 他确实为中共能后来见证立下不小功劳 因此毛泽东立下党指挥枪原则的这个团伙里 才会破例容纳叶挺这个异类 也才能让叶挺在西安事变国共二次合作后 成为不是共产党员 却由共产党掌控的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同时又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 各位看官 叶挺的故事够绕腾的吧 您一定看累了 我说都说累了 喘口气 顺便请后来看片的订个月点个赞吧 谢了 别急 咱这就说到主人公的悲催结局 纵观叶挺将军的大半生 南征北战 戎马空总 战功赫赫 却又败迹连连 听起来是这么矛盾 又这么混沌 要我们说 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他选错了路 上错了船 特别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宛南事变 那件事上集说了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这里从略 本来以叶挺的军事才干 完全可以驰骋在国军主力军团抗战正面战场上 报效祖国和百姓 但最后他却只能在党委书记 副军长向英的牵制下 窝窝囊囊地执行延安的指示 像盗匪一样偷袭国军 抢占地盘 做扩大共产党势力范围的事 最终激怒了血战日寇的国军主力 遭到几乎被全奸的下场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一眼就能找到叶挺 这是他1939年和共军里南昌暴动旧部的合照 您看他身着笔挺的国军军服 双手暴毙 鹤立鸡群那个自信劲 就可以知道 此人有些不一样 也就能领悟他为何被蒋介石 周恩来 国共两方器重反复争取 而最后却郁郁不得志 没换来善终的命运 这也是我说他挺轴的原因 空有才华而无远见着实 一生来回选边 脚踩两三只船 被一个自己没搞明白的党 几度挤压还难舍难分 当了最高长官还被副手欺负 战败被擒了 还念念不忘早已退出 入了令策 只拿他当战斗工具的党 这位俊才怎么被人玩弄成这样就生不出反省功能呢 耳朵根子怎么就这么软呢 真是可惜又可气 叶挺晚南兵败被求 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加害于他 高层多人和叶的故旧还多次前来规劝他弃暗投明 按说这是多好的改弦更张的时机啊 为表悉才诚意 蒋介石先生1942年5月12号晚上还亲自登门劝详 甚至当场提出 我叫耳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当副司令 耳的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叶同学不仅没有珍惜 重新披挂开赴抗战前线报效祖国的唯一机会 将功折罪洗刷共产党带给他的耻辱 当年竟还做求歌作答所谓明志 客官 您说他是不是拎不清啊 反观叶挺被扣押的五年间 政府也没太和他过不去 由江西上扰里村到重庆再到湖北恩施 几次转移 基本就是软禁 不仅能见到周恩来的慰问团代表 还能去桂林访问国军老领导张发奎 甚至后娶的娇妻李秀文也被允许带着孩子 来和他一起过日子 更不用说张发奎还对叶挺一家给予生活补助 试问 哪个共产党的囚犯有这待遇 顾顺章叛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亲自签发通缉令 由心狠守黑的周恩来 康生 带人灭门顾顺章全家和亲戚 朋友在内的三十多人 甚至周连救命恩人私利也不放过的事 举事皆知吧 有中共党媒称 释放前夕军统局处长审罪试探性地询问叶挺 护士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叶挺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据说审罪回来把叶挺的话转告代曆局长 代将军听了半赏说不出话来 后来才说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个地方 不得不说 这位对自己前途和明节莫衷一世的将军 此时已经被共产主义邪气浸透了 他当然也料不到 冥冥中被安排了黑茶山撞击的悲催结局 正是人各有命 各位看官 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儿 敬请期待精彩下集 谢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打 helium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Julie According ствеups 欢迎来打破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打破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